回到台湾 地震的震阳发生在台北 是让反核人士非常忧虑 就怕北部这两个核电厂会不会爆发核灾 所以今天反核团体悲观地表示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只能够靠自己 也因此他们要在3月29号在凯道 举办模拟核灾的逃亡路跑活动 凶梦的和服怪兽袭来 袁仔和马总统都无法倖免 被怪兽拳搭脚踢 担心台湾万一发生核灾将会酿成大悲剧 反核团体上演行动剧表达反核的诉求 用日本20公里到30公里的标准 我们大台北地区大概要疏散 差不多四五百万人 四五百万人 绝对没办法疏散 我们没办法没有这个能力疏散 台湾地霞人愁在北部就有两座核电厂 反核团体认为假如核灾发生 大台北地区将全部沦陷 人民也只能自力救济 使出全力逃就对了 根据反核团体统计 核灾发生的几率 如果以统一发票有一千万分之一来说 核灾发生的几率就高达五百万分之一 继308之后呢 接力举办329的这个核福大逃杀路跑 那目的是要以比较通俗的方式呢 让遇见遇乐的方式 让更多民众能知道 核灾发生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状况 同时核灾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跑 所以我们以跑来作为这次活动的主题 反核团体认为一旦核灾发生 所有人第一时间只能跑 因此发起核福大逃杀路跑活动 选在3月29号从凯道出发 即日起就可以上网报名 到时候也会在凯道摆设互动摊位 号召民众上街健身兼返核 有点TV 杨仁强 泰北报道